新北市消防局推出2022消防形象阅历 这次以温暖和活力为主题 特别与毛小孩共同拍摄 并且突破以往传统拍摄手法和构思 让健美、活力和温馨完美结合 而这次也与便利商店合作贩售 所得将会捐赠给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新北市消防局发表了2022新北消防形象阅历 这次以温暖和活力为主题 特别与毛小孩共同拍摄 希望透过防疫英雄与毛宝贝之间的温暖互动 为民众疏解紧绷已久的心理压力 带来疗愈的感受 而这次同样临选了消防局内外 请优秀人员参与形象代言 其中像是1月份代言人刘嘉全 曾经参与化学灾害事件救援 成功救出了民众 另外5月份代言的陈正伟 则在总统杯健身健美指标赛中荣获冠军 每一个月份都有不同的优秀消防同仁参与拍摄 这次也突破了以往传统拍摄构思和手法 并且让健美活力和温馨氛围完美的结合 新北市消防局表示 此次也特别与动保处及金发局等跨机关合作 各提供了100份阅历作为奖品 同时也与便利商店合作贩售 所得将会捐赠给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希望在新的一年 新推出的新北消防形象阅历 能够带来一股振奋人心的暖流 和民众一同活力满满 影像崭新的一年 记者杨邦友张发起新北市采访报导